大家好,昨天晚上一个在内华达,也在拉斯维加斯的华人给我留言,发了几条信息,大概三部分的内容吧,第一部分呢,就是认同我以前说的啊,选举政治就是族群政治,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,很多都总结出来了,就像农村的选举一样,他在中国大陆啊,也参加过农村的选举啊,就是看谁家的亲戚多嘛,对吧,这个亲戚多啊,本身就是一种族群,放到美国,国家比较大,三亿多人,这个族群就被放大了, 白人,黑人,拉丁裔,还有你是城市的,你是乡村的,或者你是中产网上的等等,有横向的,也有纵向的,总之吧,就是各种的标签啊,这个标签之下,就是各个的族群,这个族群啊,既按人种分,对吧,也按居住地分,你是居住在大城市的啊,你还是居住在乡下的等等,也按收入群体分,大概就形成了一些的群体画像等等,其实每一个群体的画像啊,都是一个族群, 而华人呢,在北美啊,尤其是在美国,就是政治边缘人,在政治上影响力是非常小的,究其根本的原因,就是族群太小了,人太少了呀,三亿多人,对吧,你这个三四百万,影响不了选举结果的,所以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啊,解决方法吧,还是多生孩子啊,一家生个六七个,几代之后,你族群大了呀, 其实黑人这个族群啊,说多不多,说少不少啊,呃,黑人三千多万吧,对吧,占十分之一啊,呃,不能说特别的大,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特别的小,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摇摆州,黑人是聚集在一起住的,而且选举的时候啊,呃,往往呢,有一致性啊,有一致性,当然这个一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, 所以在红蓝,对视的情况下啊,他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族群,那么这个黑人啊,这个选区啊,就非常重要了,这也是黑人,在美国尤其是民主党,比较重视他的原因,其实啊,一切都要从选举上去考虑啊,都要从这个选票上考虑啊,呃,这个美国政治的一切出发点啊,都是选举,都是选票,所以他重不重视你这个族群啊,还是要看,你能不能够给他提供选票,或者你能不能够, 把他推上,不管是众议员,参议员,或者是总统的宝座,呃,所以,对吧,他其实他说他没有投票权啊,他妻子有投票权,但是他妻子啊,也不怎么投票啊,归根结底,就是投了又如何,不投又如何,或者川普上台又如何,拜登上台又如何,所以说这个,嗯,很多人说这个华人政治冷感,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用,有用的话就不冷感了,但是还是没什么用啊,有你的票不多,没你的票不少啊,其实没有什么用啊,人家也不太重视你,呃, 所以啊,与其关注总统类的选举,不如他关注一些地方类的选举啊,所以这个YouTube上这些川粉呢,他也觉得很奇怪啊,非常的奇怪,很多可能是港台的吧,但是如果在北美,尤其是有投票权的,多关注地方选举更有意义一些,呃,其实无论是川普上台,或者拜登上台啊,扯来扯去,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,第二个啊,就是说一下石洞他嘛, 为什么石洞这个房子是买在拉斯维加斯呢,为什么石洞,对吧,呃,川普不能当选和死了妈一样呢,为什么选前啊,赌定川普会大胜,川普没有大胜和死了妈一样呢,房子也不买了呢,他给的理由,是拜登上台,股市泡沫会破的啊,美国的经济啊,会变坏的,是川普,一人之力撑起了股市等等,其实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都知道, 美国这个股市的泡沫,你就吹得很大了,吹到一定的程度,自然就爆的呀,哪怕川普连任也会爆的啊,呃,之所以现在没有爆,是因为川普为了连任,对吧,这个美联储,呃,继续的量化呀,或者印钱等等呀,但是早晚都要爆的呀,这个不取决于川普连任,或者拜登连任,而且使动,你是做自媒体的,你又不在金融行业,你又不炒股,他爆爆跟你有大大关系,他真的影响你收入,影响你买房吗,都不是的啊,呃,你要结合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, 对吧,这毕竟是个赌城啊,这里面啊,大的赌,小的赌等等,有很多,呃,这个华人既然是政治边缘人吧,对吧,这个大赌城啊,大赌场跟你没多大的关系,但是你可以开小赌盘呀,杀猪盘呢,简单说一下杀猪盘啊,这个以前在大陆就有啊,呃,譬如我也经常会接到一些诈骗电话的,但是我知道啊,这是诈骗电话,我直接就挂了,对吧,有的心情好,逗了几句,心情不好,直接就挂掉了,可是,为什么,对吧,我经常挂掉,还是, 是经常接掉诈骗电话的,因为有很多人不会挂了,有很多人会信的呀,这些信的人啊,就当于相当于猪,你给他圈到猪件里啊,通过筛选,把聪明而筛选掉啊,剩下这些猪啊,就关到猪圈里了,然后持续的给这些猪啊,喂垃圾赐料,在自媒体上就持续的喂垃圾信息啊,喂到一定的程度啊,这些猪就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了,他们甚至还以为自己是独立思考,其实啊,天天看这些垃圾的信息啊,整个, 人都已经垃圾化了,然后,就动刀子开杀了,呃,在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有一些,尤其是关于这次选举的,呃,这些杀猪盘也是有一些啊,而且,呃,他也知道很多的民运大威, 对吧,这个,尤其是华人圈的啊,其实这个英文圈有很多啊,只是我们不太关注,这就涉及到他说的第二个问题啊,呃,我们这些,嗯,华人呢,很多呀,到美国的华人,其实英文并不好啊,也没有融入到主流社会,比如史栋也没有融入到主流社会, 他之前啊,在他的节目中秀过几次英文,说的非常的不好,有一次啊,一个很简单的单词,都不知道怎么说,还问他气,他08年到美国十多年了,没有融入主流社会, 连英文都不会说,也说史栋对美国社会也不是很了解,但是很多港台的也好,或者是出入美国的也好,他本身也融入不到美国的主流社会, 都窝在华人这个圈子里了,大陆很多翻墙的,英文媒体看不懂,其实英国们媒体被他们,呃,批判为左媒的什么, 纽约时报啊,啊,这个CNN的等等,但是这其实是美国的主流媒体,不要忘记了,这一次川普拿到七千万票, 拜登也拿到七千多万票啊,最少也有七千多万人,是看这些所所所的媒体的呀, 这是美国的主流社会啊,你这个华人圈有多大呀,那很多翻墙出来的也好,港台的好,其他的也好, 英文也不行,美国的主流媒体看不懂,就看着这些人,然后这些人呢,又带着这些目的吧等等, 持续的给你喂食,持续给你喂食啊,所以这些人现在疯狂的支持川普啊,都和他们自己开了赌盘是有关系的啊, 因为他们已经养猪养了好久了,现在就磨刀祸祸要杀了,结果杀错了,很多呀,这个身家都赌进去了,不能说一下子就倾家荡产了, 但是很多钱都撒里了,原本指望的一下子豪车别墅,对吧,大house,结果呢,所以啊,你会看到川普落选,他们一个个死了吧一样, 你觉得他们真的很关心川普吗,川普落选了,他们就如何如何吗,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政治边缘人吗, 而且类似的史栋,没有投票权的,史栋也没有投票权的,比如秦胖子还秀一秀他的选票, 对吧,我看了一下,其实有款中文见证权,有投票权的都会秀选票的,拍一拍投票现场的, 你看史栋,哪怕投票当天,也都在屋里录视频啊,既没有让你看看他的选票,或者他老婆的选票, 也没有去选举现场,第一,对吧,虽然这个疯狂的支持川普都是口嗨,都是在搞杀猪盘, 第二呢,他也没有选票,皇帝艺人太阶的性生活,天天这个艺人一票民主多好等等, 但其实他没有选票的,都是给大家描述一个虚假的幻境, 一个虚假的灯塔,一个精神当中的美国,一个炉内的高潮, 但是还是那句话,大部分人主流媒体根本就看不懂,英文根本就不行, 你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子的,美国媒体真正天天报些什么, 天天看的呢,就是这些垃圾的二手的信息, 而且,为什么说华人是边缘人, 你不管是史东,包括我也是一样,对吧,有一些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言论, 如果你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英文区,早会你疯了, 那为什么这个华语区就不管你呢,因为你就是边缘社会啊, 人家都不在乎你,不看着你的,这个政治正确不在你这搞的, 要在你这搞的话,包括史东等等,其实我有一些也政治不正确啊, 早就被疯掉了,主流社会不在乎你啊, 嗯,其实他还提了一下公子审啊,等等, 大家提史东比较多啊,你比如这个公子审也一样啊, 其实,呃,他们这个杀猪盘呢, 要回到郭文贵那里啊,其实不管八九年啊, 还有之前很多的轮子啊,还有黑过去的啊, 等等,这些正辟的啊,对吧,心怀反共大业啊, 要让中国民主的这帮人, 其实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他们的高光时刻, 那之后,他们就人生就在到下方路,越来越不受关注了, 越来越没有人理他们,呃, 呃,这些人呢,啊,像我以前说的啊, 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啊, 这个大业啊, 成不了了,眼瞅镜的观察板里了, 呃,因为有了川普,对吧, 不管川普真的假的, 反正喊的比较凶狠啊, 尤其是这次选举啊, 要对中国如何如何啊, 非常的凶狠, 让他们看到了最后的希望啊, 但是其实川普比较low逼, 这帮人也比较low逼啊, low逼凑到一起了,都是low逼, 对吧, low逼的平方,low逼的平方也没有用啊, 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啊, 都是一种自我的执念吧, 对吧,这个执念好坏, 我暂时不做评价啊, 但是像始动这些后来的, 过去的,对吧, 搞见证的这些啊, 申请征币的这些人, 他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, 他们是很精明的啊, 他们要么就是在国内有官司在身啊, 所以他就说, 呃,就是包括在他身边, 拉斯维加斯这些, 又有一些啊, 呃,跑到美国的又黑下来的, 有一些就是官司在身啊, 其中有很大的一个比例, 就是在国内收水的, 这个抽水还什么玩意的啊, 忘了用的什么词啊, 我不是特别了解, 大概就是也是搞这种赌博的啊, 对吧, 就是在国内搞赌博, 非法赌博的啊, 或者黑彩的等等, 这些怕不来的, 本身就干这些玩意的啊, 有些其他的群体等等吧, 到了美国本身, 对吧, 在国内就有官司, 到了美国啊, 也融入不了主流社会啊, 很容易从朝就业的,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呢, 还是偷不了郭文贵的啊, 因为在郭文贵之前吧, 对吧, 这个民运或者其他的人是, 能从民主基金当中拿到一点狗粮, 但是像王丹这一类人啊, 资金比较充足, 拿到的比较多, 但是这个群体太大了呀, 这个法拉盛编辑都是旅美作家, 这旅美作家都是干什么的, 他们有什么作品呢, 这些旅美作家都是干什么的呀, 过得也非常的惨啊, 日子过得非常的不好, 那么郭文贵的到来啊, 让苍蝇嗅到的事啊, 毕竟最开始觉得这是个土大款嘛, 很多人啊, 从郭文贵里拿到了一点点的钱, 但是啊, 这个钱很有限啊, 郭文贵后来给他们踹了, 当然有一些是主动离开的, 因为他们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, 郭文贵把传销的这个东西带到了, 这个建政圈啊, 带到了这个反共圈, 带到了这个民主圈, 哎呀, 这些人豁然开朗啊, 可以搞杀猪牌, 可以割韭菜呀, 所以你看到这些一口一个道德素质, 文化民主的这些人啊, 一个个都变成了这个传销头子了, 你比如陈普空天天今天政变了, 明天这样了, 这也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啊, 怎么变成这个屌样呢, 就是节奏丧气, 也不管这些东西了啊, 那么石头记这些呢, 就是更加的明显啊, 对吧, 尤其是这个后来出去这些啊, 都在国内, 要么就有一定的问题啊, 要么就认知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啊,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 就是这个投机吧, 包括公资审啊, 他以前是做移民生意的, 他以前在知乎上有个账号, 对吧, 也是天洁批判国内, 但最后都会告诉你, 外国的空气比较好啊, 教育比较好啊, 医疗也比较好啊, 等等, 都是做这一类的生意啊, 但是因为疫情, 移民留学的生意受到很大的打击, 没什么事干啊, 而且根据美国皮尤的调查, 但凡经济不好, 失业增加, 黄赌毒这三个产业是最兴盛的, 那么这呢, 就说到这些人的蠢, 尤其是石头基的蠢呢, 你为什么不号召大家, 号召你们这帮韭菜们去投川普, 然后你去买拜登呢,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, 川普胜选了, 这帮人兴奋的呀, 哇, 那个高兴啊, 等等, 真的是因为这个川普上台能带来什么吗, 或者川普能向他们吹那样改变美国吗, 能团结美国吗, 真正在美国生活过的有脑子人都知道, 川普拜登谁上台, 都未必能真正的改变什么, 就像之前说的, 加州大火的那个受害居民一样, 他说, 对吧, 他不会去投票了, 选谁都一样了, 选谁能解决加州大火吗, 年年烧啊, 或者房子年年被烧啊, 谁都一样了, 都是在画大饼啊, 他们不知道, 他们知道, 他们知道, 但他们不过就是利用啊, 很多人不懂美国, 对吧, 看不懂美国的主流民体, 不懂英文, 就在这个华文圈里, 养猪, 劝养猪, 杀猪在, 所以这个很多被杀的猪啊, 你也是活该的啊,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啊, 又是说作弊啊, 又说这个呀, 不接受这个结果啊, 因为钱在里头呢, 都指着赌博一把呢, 虽然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, 还是不敢相信, 和我在现实中见的赌徒一样, 是吧, 不见棺材不落泪, 见了棺材也不落泪, 总会找各种理由的嘛, 活在自我的幻象当中, 活在自我的想象当中, 而且看新闻只看一半, 是吧, 哎呀, 哪嘎说民主的作弊了啊, 或者美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啊, 说这个作弊了等等, 但是你没有把人的全话听完呢, 你没有听完呢, 你要把全话听完, 这个选举没有多大的意思的, 或者没有多大的问题的呀, 你像这个公则审, 说这个班啊, 不是说这个川普啊, 上诉是法律赋予川普的权利, 巴拉巴拉一通, 那同样的, 这个拜登呢, 那拜登法律没有赋予他的权利吗, 也有他的权利, 又指责呀, 这个拜登是媒体宣布获胜的啊, 媒体宣布的, 对吧, 拜登自行宣布的啊, 没有经过美国的什么机构啊, 程序认定啊等等, 川普没宣布布吗, 川普在推特上宣布两次了, 川普也开发布会宣布了, 川普是美国什么机构宣布, 那么也是自己宣布的吗, 话只说一半, 只说一半啊, 单纯从一半来看, 有道理吗, 有, 但是不跟你说另外一半, 多坏呀, 天天喊着民主, 天天喊着自由啊, 让人民自由, 怎么自由啊, 你先从你这里, 把真实的, 正确的情况展现出来啊, 天天喊着客观, 哪有什么客观呢, 都是立场先行, 充满了诈骗, 一个个和神经病一样, 脑子有病, 其实真正脑子有病的呀, 还是这帮粉丝们, 还是他们这帮粉丝们, 就这帮猪崽子们, 这帮猪啊, 天天在猪圈里, 拱着拱着拱着, 吃着一堆的垃圾, 还自以为独立思考呢, 你会思考个屁呀, 思考的全是错的, 思考对过吗, 对吧, 这个公子神也说啊, 石头记也说过, 这个你凭什么啊, 嘲笑川普输不起啊, 对吧, 这就是民主啊, 民主的程序啊, 川普等等, 有质疑的权利等等啊, 那16年呢, 2016年, 希拉里普选票, 高于川普300万, 民主党, 包括希拉里, 包括民主党的粉丝, 也纷纷质疑, 对吧, 也有很多的证据, 比如有视频, 显示希拉里的选票被烧掉了, 也有些机票点有问题, 说这些机票点, 不让民主党的监督员去看, 还有说这个希拉里哪个地方, 选票统计错了, 但是统计点告诉你了, 当时错了, 我们修正了, 但是民主党的粉丝也不干, 还有说希拉里的选票丢了, 这个川普偷走了希拉里的总统, 美国没有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总, 这不都一样吗, 历史是永远重复的呀, 鱼的记忆只有7秒, 你们的记忆只有1秒吗, 16年的事情不知道吗, 我一个在中国的, 我都当时没有太关注美国选举, 我都记得这个事情了, 你包括台湾, 韩国瑜和蔡英文的选举, 包括等等其他的国家, 哪一次都一样, 选输的永远会有各种的理由的, 你这个小规模的作弊或者等等, 都是有的呀, 那哪一次会从系统上推翻这些事情呢, 而且这些事情都有的呀, 他们不知道吗, 知道的, 无非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, 要么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, 要么就是对吧, 维持着这个诈骗的骗局啊, 维持到最后一刻不被崩塌, 因为真正崩塌的话, 这个看戏的继续看戏吧, 但是很多人是真心满意的呀, 包括这个石头戒一样啊, 尽量把这个骗局维持下去啊, 维持不下去的话, 就要被追杀的呀, 很多人听了他的呀, 骗了大量的钱啊, 据说他还合伙, 和人一起搞了大盘的呀, 把人坑得非常的惨, 那到时候呢, 这个华人黑社会也可能要追杀你的啊, 到时候石头戒啊, 得把他老婆拿去抵债的,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, 但是, 他们这些人啊, 都在选举上投了大钱的, 其实像石头戒一样, 08年出去之后, 也是碌碌无为啊, 英语都不行啊, 就在这个, 对吧, 这个猪圈里拱着拱着拱着的, 后来看了自媒体吧, 最开始啊, 挺过, 后来又砸过, 对吧, 这个变来变去的啊, 呃, 他真正的能, 挣了很多的钱, 还是从武汉封城到现在啊, 但是这个时间不长, 也就七个月左右吧, 也对吧, 这个钱是很有限的啊, 呃, 毕竟待了十多年了呀, 对吧, 好不容易见了一把钱, 但是还想见到更多的钱嘛, 毕竟这个还是不太够的呀, 年纪也大了啊, 所以这个, 豪车豪宅嘛, 对吧, 就赌进去了啊, 而且这下质上是真的低啊, 真的觉得川普会大胜啊, 真的觉得赌赢了, 是吧, 哎呀, 而且类似这一类的诈骗组织, 老会告诉你我有钱的啊, 买了房子, 对吧, 他老婆买几千美金的水笼头, 还给他老婆买了一辆车, 都会大肃的炫耀的, 但是真正的有钱的, 包括北美的华人, 他是不会告诉你我有钱的, 那么一个劲的告诉你, 我有钱, 我有背景, 我有什么的, 都是要诈骗的, 譬如那个雪石, 都是差不多的呀, 还是那句话啊, 傻子太多, 骗子都不够用了, 雪石那种骗术, 收会员费, 执导炒股, 那个粉丝量也不是特别多吗, 一个月啊, 也能合计70多万人民币, 我的天哪, 这个傻子真的是太多了, 真的是太多了呀, 当然这个郭文贵出去之后, 也给他们看到了一条生路吧, 对吧, 之前这些, 有的靠着民主党, 民主基金, 那一点少少的钱, 有的呢, 连这点钱都没拿到, 有的送外卖呀, 开Uber, 还有的, 对吧, 流浪大街呀, 有的住在难民营啊, 等等, 郭文贵确实给他们开启了一条路, 对吧, 可以搞这个诈骗啊, 搞这个杀猪盘, 把这些做成一个大生意啊, 但是这个东西早晚会爆的, 早晚会破的, 早晚会原形毕露的, 潮水过后啊, 才知道谁在挪用啊, 而且这里面啊, 对吧, 有很多呀, 也有港台的等等啊, 还怀揣着他们的灭共大业的, 脑子不好使, 有问题, 智商有问题, 智障, 而且老讲这个民主民主, 民主不就两个党吗, 你支持民主, 共和党就允许人家支持民主党啊, 选述了不承认, 对吧, 攻击来攻击去, 和神经病一样, 脑子有问题, 智商有问题, 素质有问题, 所以这类人呢, 早把他清出去,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, 也不坏事, 对吧, 一个和傻逼一样, 像上一个视频说的, 这个轮子是降制武器啊, 其实都一样啊, 这一帮人也都是降制武器, 降低人的智商的, 同样的, 了解美国你, 你不看一些这个正经的书籍吧, 那你也用翻译软件看一看, 我经常用翻译软件看, 我英文也不太好, 但是现在这个翻译软件, 其实翻译软件是非常发达的, 所以这不说还是猪吗, 猪圈里的猪吗, 对吧, 你家石头记啊, 公子审啊, 还有陈破工这些破烂玩意, 天天给你为些垃圾信息啊, 天天沉寂在这些垃圾信息里面, 还自以为独立思考呢, 你思考了个屁啊, 和智商一样, 思考了什么呀, 这个火星探测器怎么上天的呀, 你思考思考吧, 你根本就思考不了的, 你先说啊, 这个独立思考, 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, 没有基础知识, 你思考什么呀, 每一个人能独立思考的领域, 是非常有限的, 对大部分领域来说呀, 当个谈资吧, 不要太当真, 当个谈资吧, 包括我的很多视频也一样啊, 天天坐在屋里, 在网上搜集信息, 能有多大准确性, 是不是, 很多爱情去听听啊, 当个乐呵, 有一些东西啊, 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, 但是有一些东西也未必正确, 包括我的很多东西也未必正确啊, 个人的局限是很大的, 这是第一, 第二个, 个人的生活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, 那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吧, 总之, 总之啊, 那就是, 哎呀, 这个石头啊, 或者是这个公子省的, 还有这些民运大V啊, 这些人, 基本都是在养猪啊, 都是在搞杀猪盘的, 这一次啊, 都下了大量的赌注了, 基本都赌输了, 其实他们都是政治边缘人, 又没有选票, 川普当选也好, 不当选也好, 对他们影响真的很大吗, 真的那么关心吗, 没有, 关心的是自己的赌盘, 自己的赌盘, 当然, 更关心的呢, 是坑了一大波的粉丝, 坑了一大波的人, 货了一大波的人, 这些人都赔了大钱的, 这个骗局还要继续维持的, 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呢, 这里面啊, 肯定有人倾家荡产的啊, 到时候啊, 石头记还有个老婆, 拿老婆去, 偿债啊, 你这个公子省有什么呀, 拿自己去偿吧, 呃, 还有最后一点啊, 就是这些人啊, 你看着吧, 很快就要反转了, 很快就要反转了, 我看这个石头记啊, 呃, 我看了一个视频啊, 说这个共和党, 民主党都在作弊等等啊, 之前疯狂的攻击民主党作弊啊, 然后选前说川普大胜啊, 两院都大胜啊, 等等啊, 都不说这话呢, 现在说, 哎呀, 这个共和党以前也作弊啊, 等等啊, 开始网回原了, 要开始填民主党了, 这个公子省啊, 其他都快了, 对吧, 当然台湾的速度是最快的, 人说十个台湾九个骗, 总部就在立法院, 其实我看十个都是骗, 这帮人更是百分之百都在骗啊, 甚至说呀, 十个, 呃, 这些民运大V, 一百二十个骗, 一个人骗好几回呀, 反复的骗, 昨天支持川普骗, 等着拜登入主白宫, 又开始支持拜登骗, 最近短短一段时间就骗两回, 等着看吧, 很快吧, 哎, 骗来骗去呀, 就是智商比较低啊, 其实很多搞杀猪盘子, 忽悠别人去投川普, 我自己去投拜登了, 我自己压了拜登了, 对吧, 这才是真正的杀猪呢, 真正的赚大钱的, 结果呀, 自己也跟着去, 压了川普了, 其实这就等于什么呀, 自己也是猪, 大猪仔的领着一帮小猪仔的, 一起在那儿拱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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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在这个猪圈里, 在那拱吃拱吃拱吃呀, 拱吃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, 他们叫民主, 其实拱吃的都是一堆猪师, 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啊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